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音乐之声》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德标西月光的夜色旭语 二,圣桑天鹅的优雅水波连连 三,舒伯特魔王的惊心动魄旋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德标西月光的夜色旭语 当然可以,让我们一起潜入德标西的月光,Claire de Lune 这首钢琴曲不仅是音乐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无数浪漫夜晚的背景音乐 首先,我们得知道,月光是德标西的月光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作品 而是他的室内乐曲集Sweet Burger Mask中的第三部分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意大利某个小镇的特色菜 但实际上,它是德标西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致敬 同时也是对法国诗人鲍尔·维尔莱让的诗歌《月光》的一种音乐诠释 月光的旋律温柔而梦幻,就像是月亮轻轻地在夜空中洒下银色的光辉 德标西用他的音符捕捉了月光下的景象 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虚,放慢脚步,让我们一起在这银色的世界中漫步 当你听到这首曲子时,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夜风轻浮过脸颊 闻到夜晚花朵的香气 但别被这首曲子的宁静外表所欺骗 德标西的《月光》其实是一首技术上相当复杂的作品 他要求钢琴家拥有极其精细的触感和对音色的敏感度 以及能够处理复杂的节奏和和声 这就像是在月光下跳滑耳滋 你得既要保持优雅,又不能踩到你的舞伴的脚 有趣的是,德标西本人对这首曲子的流行度其实有点不以为然 他曾经说过,他宁愿听到他的其他作品被演奏 而不是,月光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 这就像是一个厨师创造了一道美味的菜肴 结果大家只对他的开胃菜感兴趣一样 最后,如果德标西的《月光》是一种颜色 那它一定是那种你只能在完美的夜晚才能看到的深蓝色 它是那种让你想要静静地坐下来,什么也不做 只是感受这个世界美好的颜色 所以,下次当你在一个清澈的夜晚仰望星空时 不妨想象一下德标西坐在你旁边 用他的音乐为你描绘出一个银色的梦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圣桑天鹅的优雅水波连脸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位法国作曲家圣桑 Camille Saint-Sens的经典作品 天鹅,L.E.Signa 这首曲子是圣桑在他的音乐生涯晚期创作的 它是动物狂欢节,L.E.Carnival Dianimals的一部分 这部作品集合了多首描绘不同动物的乐章 而天鹅无疑是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一段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宁静的湖面 一只优雅的天鹅在水中缓缓游动 它的动作是如此的从容不迫 彭复在告诉伯伯们 看看我,我才是真正的水上芭蕾舞者 圣桑用他的音乐完美地捕捉了这一画面 而且他还做到了一件事 没有让任何一只鸭子闯入这个场景 否则那可就不是优雅 而是水花四件的喜剧了 天鹅的主旋律由大提琴演奏 这个乐器以其深沉温暖的音色 非常适合表达天鹅的高贵与优雅 而伴奏则通常由钢琴承担 它的轻柔和持续的爬音模仿了水部的连连 当大提琴的旋律与钢琴的伴奏完美结合时 就像是天鹅在水面上留下的波纹 一圈圈扩散开来 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与和谐 有趣的是 圣桑本人对于动物狂欢节 这部作品是相当严肃的 他认为这些曲子过于轻挑 不适合正式的音乐会场合 因此在他去世之前 他禁止了除了天鹅以外的所有乐章的公开演出 这就好比是一位严肃的老教授 在学生们面前突然跳起了芭蕾舞 然后又立刻恢复了严肃的面孔 告诉大家 这只是个例外 别无他意 不过 圣桑或许低估了他的这些 轻挑作品的魅力 天鹅不仅仅是一首美丽的旋律 它还成为了大提琴独奏曲目中的经典 被无数的大提琴家演绎 甚至还被改编成了芭蕾舞曲 为舞者提供了展示他们优雅舞字的机会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天鹅的旋律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位严肃的圣桑教授 他可能在某个地方 带着一丝微笑 看着他的天鹅 在音乐的湖面上翩翩起舞 而我们 就像湖边的观众 静静地欣赏这场水上的优雅之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舒伯特魔王的惊心动魄旋律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来谈论舒伯特的魔王 尔克奈克 这首歌曲 它的旋律和氛围 简直就像是19世纪的Netflix惊悚剧集 只不过是用音乐 而不是屏幕来讲述故事 首先 让我们设定一下场景 想象一下 你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个父亲骑着马 怀里抱着他的儿子 穿越森林 这个场景已经足够让人毛骨悚然了 对吧 但是舒伯特 这位音乐界的阿尔弗雷德 唏嘘苛刻 决定这还不够 他要加入一个神秘的魔王 这个魔王 只有孩子能看见 而且他正在诱惑这个孩子 加入他的幽灵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剧情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音乐 舒伯特 用一个不断重复的钢琴低音部分来模拟马蹄声 这个节奏贯穿整首歌曲 营造出一种紧迫和不安的感觉 这就像是 你在看恐怖电影时 那个不祥的背景音乐 告诉你 别去开那扇门 但是主人公总是去开那扇门 对吧 然后是旋律 舒伯特不仅仅是让钢琴家 忙于模拟马蹄声 他还创造了一种旋律 让歌手必须变换角色 从交集的父亲到害怕的儿子 再到那个诡异的魔王 这位歌手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演员 能够在几个音符之间切换身份 这比变脸还快 魔王的部分特别有趣 舒伯特给了他一些非常诱人的旋律 几乎让你想要和他一起去他的幽灵世界 这就像是那个坏蛋角色 他是那么的迷人 以至于你几乎忘记了他是坏人 但是 别被骗了 孩子们 魔王并不是你想要的朋友 最后 当这首歌曲达到高潮时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绝望和恐惧 就像是在看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最后五分钟 父亲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但是 剧透警告 结局并不是那么美好 这首歌曲的结尾 就像是导演在最后一刻 决定要让坏人赢一次 让观众坐在座位上 嘴巴张得大大的 惊讶不已 所以 舒伯特的《魔王》 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一个充满紧张 恐惧和戏剧性的故事 它证明了音乐确实可以像任何一部好电影一样 让你坐在边缘 紧张地咬着爆米花 最后 我想问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音乐作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觉得 德彪西的月光 甚至让你想起了一个银色的梦境 你们觉得 盛桑的天鹅 甚至让你感受到了水波的连连 和大提琴的高贵 还有 你们觉得 舒伯特的《魔王》 甚至让你觉得心跳加速 仿佛置身于一部恐怖电影中 请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期待和你们的交流 同时 如果你们还想听我介绍其他经典作品 也可以告诉我 我会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 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